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還有請農委會主委 好 請陳主委 陳主委好 過去這幾年屏東訪寮鄉的鄉民受夠了 晚上臭到睡不著 痛苦到哭著 跟屏東縣的局長跪下來 拜託他處理這件事情 旁邊的學童 一直這樣子被罷領 從2014年開始 陳情抗議都不斷 發生什麼事情 屏東縣 有一個議員 周碧雲 開了違法的養雞場 搞得旁邊的居民苦不堪言了 以後 找人要去稽查 結果他的丈夫 辱罵 我在國會殿堂不想要說出的山志欽 妨礙公務 判拘役 折合罰金罰個幾萬 但是痛苦沒有消失 結果 沒有人敢幫他們說話 現在請蔣月惠蔣議員開始 想請一下農業處 時間暫停 蔣議員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蔣議員 主席問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議長好跟縣長好 那請問一下議長在這裡嗎 縣長在這裡嗎 因為你坐的位置是議長啊 那個牌子是寫議長啊 那我不是議長好嗎 議長在這裡嗎 憲長在這裡嗎 牌子寫的你坐的位置是議長的位置 請你遵守議事規則 請你遵守會議會紀律 他昨天接受媒體訪問 所以一切合法 跟我前天找農委會來 官員到我辦公室說明的 完全不一樣 來具體的說明 請問一下主委 可以形式上開五個養雞場 每一隻養雞場 養六萬隻 這樣算五場還算一場 不是說一個熱熱養雞場 熱熱養雞場 可以讓人說 我們冰冬館這裡是在包庇 是在綜農 跟我們議會 農政小組 都把我們的名字公布出來 農政小組 陳明達就是農政小組 被公布在其他人的臉書上面 意思說我們不好去把關 在這部分 我們現在是農政小組的議員 所以說我一定要跳出來說 所以說最近我要收集一些資料 我們放到熱熱的資料 我全部把它收集在我的手上 今天我要利用今天這個時間 來做一個說明 要請農業住家做一個釐清 你做好事嗎 我現在要來請到農業處長 希望你用最多的時間來做說明 我們熱熱養雞場 他當時成立 他到底是多少 要說五點 那是四點 請你用簡單的時間去睡 請黃處長答覆 謝謝大衛主席 謝謝陳議員 謝謝陳議員 對熱熱養雞場議題的關心 首先跟議員報告 熱熱等五間養雞場 他是在民國103年的時候 大概10月的時候 陸續呢 經由這個相公所出審 那來送給縣政府副審 陸續來取得相公的這個容許 那在103年11月的時候呢 來取得 來經過 一樣是經過相公所的出審 那來送給縣政府副審 那在104年的1月份的時候呢 來縣政府這邊合發給五場的這個 空母場登記證 所以目前的話 熱熱養雞場等的話 他是有 五場的登記證 跟五場的容許 他目前是五場啦 是他目前是五場 請主委 其實跟黃委員報告 我上禮拜六剛好 沒關係 請針對問題回答 這樣算幾場 下面的東西很多啦 嘿 議員 熱熱當初拿到五場的這隻 聽北場記者 為什麼多次 他說熱熱 是一場 跟分成五場 民眾非常得意 說這是三法六方啦 我們管政府是怎麼做的動議 處長 你說明一下 是 跟議員報告 那 的確 畜牧場的主管機關在地方的話 是縣市政府 但是呢 我們根據這個農業設施 我們自己 我們根據中央所頒定的農業用地 做農業設施 容許審查辦法 以及我們屏東縣所依據這個辦法 所制定的屏東縣農業用地 申請農業設施容許審查 作業要點呢 我們將這個畜牧場的申請 其實不只畜牧場 包含其他農業設施也都是一樣 將一定面積以下的 這些農業設施的容許審查 我們有委託授權給各鄉鎮市公所 來進行出審 那經由鄉鎮市公所這邊出審完之後 將出審的意見以及結果 承報給縣政府 來做一個複審核發的一個動作 我們有相關的那個 依照 畜牧場的這個 登記管理辦法裡面 不要按照畜牧場登記管理辦法 畜牧法第四條 寫得很清楚啊 飼養同一個種類的 家禽或家畜 使用共同的水錶 電保瓢水果 或同一個圍籬牆 要合併計算它飼養的規模嘛 來請問 對 它是不是適用同一個出入口 是不是 那個 我要跟黃源坦白說明說 它的這個細節齁 我是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這一件事情 以起當地的 我直接跟主委報告啦 我為了尊重農委會 我也請請官員到我辦公室來 我說話我負責 農委會的官員在我辦公室講 就是違法 第四條第二項 寫得很清楚 所以 好 現在問題來嘛 直接處理 違法直接處理 主委 您說違法直接處理嘛 處理了沒有 處理了沒有 我們會要求 等一下 你說 你們會要求 我先直接講 他為什麼要迴避法規的規定 用五場乘以六萬隻 因為超過了八萬隻 就有廢棄物清理法的問題 超過了十萬隻 就有水污染防治法的問題 主委 您說要清理 2015年農委會要求 屏東縣政府要釐清改善 屏東縣政府繼續擺爛不作為 然後呢 2016年大家去會堪 五個廠全部會堪 出來的結論 不符合分廠原則 要按照序幕法第四條的規定 合併計算飼養的規模 然後呢 然後 2016年 農委會 再發函 要求屏東縣政府改善 來請問 屏東縣政府有改善嗎 在去年 議員也沾對這個問題 在這順 我也寄到議員的房子 跟那個附近 跟你們一起在那裡 那個草皮 又沉浸在那裡 現在那裡 在看齁 所以在那個計程裡面 我要求在 前任的鄉長 在兩年大概 年半前 來到 管政府的辦公室 請當地水底料的傳統代表 當地來辦公室 尖閉著 這個東西 聽書 因為監禁它 開閉過 去客人 去開閉 然後 當時人 他用 行政 做完 用 賓農館政府 做完書 所以 我們還在這個行政 社會上 聽書 沒有 過 一年 所以 已經開兩遍 第三面開 他到我都 來釣繳 我 要把議員報告 就好像說 他有一個合作的 歐多賣繳 不過他只要 紅燈右轉 還是 還不急 去釣繳 去釣繡 這條 但 那些人 一直在裡面說 就是要趕緊釣繳 但這必須要有一個停書 要不然 我發動開來 做完 一樣 反正又輸 但這個停書 今天鄉公訴 我在十年前 也請丹鄉公訴 新的鄉公訴 他在選之前 總算之後 我們來共同 改割這個東西 但我拜託 他要去配合 卻無法的停書 很簡單 過去 申請的第一關 鄉公訴 你們可以 送的管制服 管制服 準 管制服照這樣 農委會 準之後 你現在因為他不行 我們要求 我們要開一段 要求他改善 他也送新青書 改善新青書 去到鄉公訴 九年 經年 就算 一直把他拿回來 不算 他就拿這個棒 所以在那夾縫鬆 求生存 所以 這個停書 我必須要處理 到底一張五張 蓋下去 之後 農總必須沒效果 所以在這個當中 大家要解決 我拜託鄉公訴 我也跟鄉公訴 講得很少 你們現在的農業局 他現在改善書 改善 整個政策的改善 這個停書 不管未來 走向怎樣 他現在改善 你如果沒有經過信 你只有一個專民的意見 送來這裡 我 你沒有經過信的停書 他對於違規 你會同意 不同意 都沒關係 我也同樣 跟老鄉長 丹鄉長 同樣的說話 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停書 告好 你要 不同意 要同意 都沒關係 我跟 委員這邊報告 我可以直接 來跟屏東縣政府 包括 縣長 包括農業處長 不是只有現在跟他講喔 你要問第二個問題啊 之前農委會 要求屏東縣政府改善 2016年就發了文喔 擺爛到今天是什麼意思 而且還不是只有2016年發文啊 主委 再看下一張 這是今年2019年 2月18號 從2016年 2015年發文 2016年發文 到2019年的2月 還是沒有要處理啊 還是沒有要處理啊 這些居民在問 我們還是法治國家嗎 還是因為這個養雞場 開的是全市請天的議員 沒有人感動他們 沒有經過主席的同意 是不得發言的 只要講議員發言的時間 他有講話的時間 就把聲音關掉 本席裁定 所以跟委員報告 那我這個議題也是 這一兩個禮拜才知道的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的情形 我們絕對會 強烈要求屏東縣政府 議長可以去執行 下禮拜 現在齁 你在發函給屏東縣政府啊 我不用管 好沒有關係 主委我直接跟你講 下禮拜 我們約一天 我配合你的時間 我跟您 一起下去屏東 去現場看 去聽居民的心聲 邀請屏東縣縣長 潘孟安到現場來 跟大家講清楚 從2015年2016年2017年 到2019年還擺爛到現在 是什麼意思 剛才在這個時候目前 這個時間點齁 我們北部有很多 有那個大立委 很大很大 那大立委 大到不太大 那 帶人 現在在熱熱養雞場 啊 我們管政府 還有派人去 跟議員報告 農業處沒有派人 沒有派人 沒有派人去 沒有派人去 我覺得 我該運動 該讚動 因為香港所得 要不然要小心 派人去 我跟 黃遠報告 這個 不用到 就是 讓您這樣親自屏東南下 那這個 但是我很擔心啊 我很擔心啊 我們會來 要求地方政府 依照序 我再跟主 我齁 再跟主委講 按照水污染防治法 六萬以上 六百萬以下 而且要熱力 停工 停業 前面 廢棄物清理法 一模一樣 結果呢 之前 大家檢舉什麼 檢舉 這個就是屏東縣政府 潘孟安 發的登記證書 這個登記證書上面寫什麼 本場子為公告嚴重 地層下陷的區域 水源為契約購買自來水 未依約使用違規使用 廢止本登記證書 這個是潘孟安的公文書上這樣寫 結果呢 他沒有按照 這個規定使用 你知道屏東縣政府做什麼處分嗎 他沒有廢止這個證書 他罰了 他罰多少錢 他罰新台幣五萬元 這是依法行政嗎 我們還是法治國家嗎 還是在屏東 我只要有權有勢 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下禮拜 我跟主委一起下去屏東一趟 以後 潘縣長到現場 給大家一個交代 可不可以 潘縣長請答覆 感謝台議員關心 這個熱熱養雞場的事情齁 我想這個事情也 睡了之後 忘了人民四年多 那我也自己想這個事情 受到很多影響 但這個事件 也必須做一個明確的生命 為團主 所以說 議員幾個月一旬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 為民國一百共三年 的時尊 邦寮公共所 開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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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當地的選領代表找過來的管政府 跟他們說這個停輸必須要完成 如果我開發單也沒效 他去送完我又去怎樣處理 就像說一個人我們讓他正式的自動車 因為你讓他駕駛之後 你說遺憾騎的技術壞 尾龜一群頭就要他吊腳 尾龜不是這樣 紅燈右轉有紅燈右轉的處罰方式 衝鴻町有衝鴻町的處罰方式 但他還達不到吊灶的狀況 如果要吊灶我必須連續做處罰 或是說他發到有一個我帶人吊腳 這是我在行政單位 進沒來也應該要遵守 所以有的人說包庇 有的人說這個部分的 這個是重用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我已經這幾年 在我們大家的共同感動之下 我們歡迎國際來感動 但用這個包庇重用 我覺得這對很多公務人員 是一個魅力 經濟人員這個純粹的是一個停輸 這個停輸如果沒有做好事 他就去送完 送完而已 都背部的 要改革問題比較重要 不是在那裡 還要把這個問題來模糊掉 所以我們歡迎國際來感動 但這個停輸必須是一體的做法 所以我基本上的態度 從過去到目前到未來為止 協武法裡面的民文幾天 整個受緩抵抗 政府主管單位 讓我們制定一百 民國一百共二年的樣子 有一個這個 新兵的這個 蓄募設施的容許使用辦法 每一個鄉頂三十三鄉頂市都這樣 幫了五十五條也是這樣 那麼我們要求這個停輸要過 要不然我開閣要怎麼處理都沒辦法 所以這個停輸完成 我現在有辦法人進行福心 我也曾經找前任的鄉頂請他們過來 這個停輸必須要完成 我現在有辦法人處理福心 不管你們初心的結果如何 我都完全遵守 也照你們初心的內容 來進行福心 我們會聽平衡的意見 用實際再去現場培抗 來尋求變形募 現期改善 不然就要接受這個資料 這個我 哪有辦法人去做這個武器 但這個停輸沒完成 我就沒辦法 現任的鄉頂有酒飲 我也請他來五月 那時候也請他來辦公室 入住也一樣這樣的公法 但一直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糙心 我也跟鄉頂 我也跟議員 甚至上禮拜 他們上禮拜的時候 老廟上議員 幫了議員 一直要求說議員要留意 請政府農業處 要跟環保局 要去做生命 我們去到鄉頂所 跟鄉頂做的地方 也在那裡講整個中國協調 你們必須完成糙心之後 送來 我們尊重你們糙心的內容 所有我們都要進行獲勝 你糙心完成 結任就是管政府了 管政府一定 就要改 全部要扶起這個結任 來去進行後面 會成所謂的停輸 所以 這是一個政客的停輸 你說公務人員 他們經過那些長久的訓練 他們覺得去違反這個停輸 你們就來說過帽子 說包庇 我覺得這很費 所以我基本上 沾對這個人的台東 很簡單 這個法律是一條 你不能說發一個文 你說這樣 說我要開字 但你沒有心悅的停輸 你只是一個台東的標示 但必須要有實際上進行 心悅的停輸 如果沒有我後面沒有人進行 要發聲 要標台 這都每一人都可以 但 行政不是這樣 行政是要經過 所有的 你的審核的內容 在哪裡 你的 他哪裡不合格 他哪裡 我認為要請教 我也尊重 你就幫助你 審核的過程 寫上來 那這個 33個鄉鎮市都一樣 你仿寮目前55個 序幕上也都是一樣 你也 你也逢去變成高庭啊 也都是這樣的程序 那 為何這一場 我們要多一個鄉鎮 來把 為什麼屏東要這麼遠 就是 多一層的把關 兄弟 因為在他裡面 他最清楚 他要去審 有些是嫌惡設施 你就要去扶植 去審 審之後來 管政府 管政府還要來報農委會 來去把所有的職務定義 這是一個停輸 我必須要去 我必須要去鎮 我必須要去鎮 鎮這個 所以呢 我個人的認為說 第一 我們本政會台中很簡單 請他 比較過期 55點 審核 冰棱館一直 在我們協物館裡面 一千 冰棱館裡面 一千冰棱館裡面 一千冰棱館 以下 雄鎮 信不可以 他發放就可以了 一千冰棱館 以上 雄鎮完成 操心 送來管政府 完成福審 這個 完全無便 第二 我們尊重 他 心脅的結果 如果他心脅了 操心了 送來跟管政府 我跟大家 台會聲錄 管政府一禮拜來 馬上 進行福審 福審 也尊重 他操心的結果 不管一年五年變經 或是他要建議會審 都沒關係 我們會照福審 去現場去看 第三 這一次來 在福審 當中 我們這一次來福審 來參與完畢 第三 在這個 去福審 當中 這五年 的認定 如果他違規 違法 他如果比一年 還是五年 我都會按照相關的法規 來要求他 限期改善 如果 限期沒有改善 沒有限期改善 我還可以勾勾 規模法 連線去做法 三遍的法斷 之後 還可以去掉腳 這是我們 基本的態度 我們 還可以這樣做 他的 那個 用業設施 合法 但 如果他讓他掉腳 那邊的感覺 所以 我們就是基本這三點的 這個 基本態度 這點的 特別大議員做報告 我想 這 我們在很多網路 的這種宣傳 而且呢 有些不是事實的 你說分場 齁 我剛才三點 説明之後 剛才你說分場 這兩天有人說 你管政府為什麼去分場 管政府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因為 這裡紛紛牢牢 我們要比 協模法更嚴 所以在民國 一百零四年 管政府用 這個 自己訂定一個 祝業圓擠 祝業圓擠 就是用 比較延 比較嚴的規範 要要求 那你出口 但是呢 經過 他們的所謂跟這個 這個 這個庭署之後 覺得說 我們這個 這個 無法 我們太嚴重了 我們還要把他費稅 還要走回來 未來我們要用自治條例 啊 曲實就是說 喔 量身訂做 跟他去抓到 時機抓到木機這樣 這完全是 不是事實 這點我跟議員做事 謝謝 所以跟 委員報告 我們不用等到 下禮拜 那個 委員下去 我們今天 我們就會跟屏東縣政府講 希望 屏東縣政府 完全 對啊 你今天跟屏東縣政府講 希望屏東縣政府做 當然要 我現在跟主委報告嘛 我們 農委會2015年 就跟屏東縣政府 講到2019年了 所以委 我就會請序幕處的同仁 就直接 好 我希望 這個禮拜以前 直接 違法處理 廢子 許可 這已經明顯的違法了耶 可以包庇成這個樣子喔 主委 我相信你的魄力 我也相信啦齁 擺爛了這麼多年以後 如果農委會主委 有魄力要處理 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沒有處理 我下個禮拜 我下個禮拜 我一樣會辦會堪 我到時候 配合主委的時間 我們一起下去屏東 給所有被糟蹋被傷害 訪寮鄉的鄉民一個交代 可以嗎 我 絕對會找到方法去把這件事情 完整的處理 因為這件事情 沒關係啊 你說你今天馬上要打電話 你也有信心 屏東憲政府會處理 所以我說嘛 這個禮拜 圓滿處理 所有訪寮鄉的鄉民 給主委拍拍照 如果沒有 下禮拜 下去屏東 我們希望主委會處理了齁 那羅平道議員 跟我們的房文正議員 改為失誤面質詢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到處結束 謝謝 好 我認為我應該可以處理的 好 我相信你 好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主委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蘇智芬委員發言 主委 我再提醒你 行政層級 你中央有中央的層級 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層級 有些事件 有些議題的話 是屬於地方層級的議題 你中央你頂多也就做一個什麼 行政指導 所以我剛剛是要求我們的序幕處要打電話 我只是提醒主委 你頂多呢 就是行政指導 撤照是你 是你要撤照的嗎 還是地方政府要撤照的 我請問 這當然是地方政府 我們只是把這樣的一個個案 要把完整的這樣的一個資訊 跟地方政府表達 還有 如果在那地方政府要撤照的話 我請問 我絕對沒有在幫誰講話 我現在談的就是一個行政流程 如果說哪一個機關 你的職責 你是可以撤照的 那比如講的話 是應該要造成什麼樣的事件 撤照之前的話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動作 行政上應該要有什麼動作 今天你今天不是要畫撤照的撤照呢 這當然有一定的行政的流程 那我 不是 我跟妳講 這件事情我是 真的是這兩個禮拜才知道的 那 我認為還是可以找到 一個 沒有啦 一張的雅長就對了 一張的雅長就對了 一張的雅長就行 勞動到你 理論委會的主委 我們的憲法 設定我們並不是一個聯邦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單一國家 所以單一國家 然後對於 對於中央地方的各種制度 以及立法權的行使 那都有相當明確的規定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有地方制度法 那又為什麼地方制度法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規定 相關的這樣的規定 其實也就是確實 中央的立法 對於地方的這些制度 確實也為了一種統合 那本來就有權限做這樣子的規定 我覺得太憲罷了 我覺得太憲罷了 她是比一個 政府的管長 是民選的首長 她難道沒有地方的壓力嗎 難道沒有當地的民意代表嗎 跟勞動到你農委會的主委 我太好笑了吧 好吧 我是聽不下去啦 這也沒有我的事啦